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天津来看看那里的海选现场 看看小朋友们是如何表现的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七桥版 健康宝宝大比拼天津站的海选活动的现场 那我们的周围呢已经聚集了很多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宝宝 当然还有他们可爱的爸爸妈们以及家长朋友们 我们看这小宝宝都好小啊 请问我们这位非常可爱的小美女 你是不是特别开心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是的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你们的答案我们都已经听到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月龄是十到十一月的宝宝啊 相信一会儿在我们的海选的现场 每一位宝宝包括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 我们的海选现场呢现在稍微有点热 我们就抓紧时间来进行签道好不好 我们一会儿赛场上见好吗 一会儿见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我们接下来玩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呢 也非常有意思叫做障碍爬爬赛啊 我们的宝宝要通过爬过这些障碍到达终点 最后看哪个宝宝先到达终点 将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宝宝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听我的口令 障碍爬爬赛比赛开始 好我们的宝宝现在 我们看啊都在想进各种方法要爬过他们眼前的障碍 那我们的障碍设计呢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啊 有小斜坡有这个圆筒 有小石拱桥 还有我们的这个小方洞啊 各种各样的障碍 其实宝宝呢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他们觉得能够爬越过的障碍 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现在很多宝宝对我们的障碍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们想的并不是怎么爬过去 而是怎么在上面玩 然后我们看这边的宝宝都还在很努力的进行各种尝试 还在很努力的进行各种尝试啊 加油加油 加油 好现在我们这边有两位宝宝是齐头并进啊 他们两个都在琢磨应该怎么越过这个障碍呢 这些障碍其实都还是很舒服的啊 都很柔软宝宝们都很喜欢 加油加油啊加油 我们的两个宝宝都已经到达了第二个障碍的地方 看看究竟谁能够更快的到达终点呢 加油加油 好我们这一轮的比赛时间到 好恭喜我身边的两位小朋友啊 我们的小宝宝获得了我们十到十一个月这个组别 天津战健康宝宝大比拼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啊 你有什么感想吗 呃我们觉得很甘心参加这次比赛 因为给宝宝增添了很多精力嗯也发现了平时他一些呃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宝宝呃比妈妈爸爸想象中要勇敢要坚强 好那我们这位也是小女生吗 小男生哦她头发好可爱小木瓜 对刚才小木瓜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骄傲因为我没有想象他能爬过 因为他从抱着就开始哭 然后一直在哭着爬哭着爬就觉得 其实我刚才也观察了一下 其实我们在终点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家长们 真的就感觉比孩子们还要揪心 真的都都好多都流点累了真的 其实可能之前在家里确实没有参加过这么长距离的活动 对对对 比赛那其实通过刚才看我们宝宝在爬渡时当中 其实也是家长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啊 那也再一次祝贺我们两位可爱的小宝宝 获得了我们天津战健康宝宝的称号 掌声送给你们 好祝贺木瓜和Cherry两位小朋友 成为天津的健康宝贝 好祝贝 好